第十五问 父皇 老是肉梅 哥哥草原是祖先传下的 绝不能落到格子男的手里 父皇 别管我了 无畏 父皇 女儿跟你一起死 父皇 你哥哥已经战死了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 女儿姐 儿子全靠你了 从未到北京去 救皇上派避你 躲回咱们的草原 牛羊子民 我喊女儿姐 真是大清皇上似的可可金色 腹性不足的希望 却靠你了 父侯 父侯 天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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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 还是看看公主 快追 追 追 不要让他们跑了 追 追 快点 追 追上他们 追 追 追 走 呼呼 vil hop van 闭着 门 快走 我会养护你 快点 快走 快走 快 快 快 走 上马 追 大爷 我从草原来的 这是汉人的地方吗 是啊 姑娘 请问大爷京城怎么走啊 京城往东边有上千里呢 谢谢大爷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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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将军 大哥 末将三门参见党 萨将军 萨将军 印氏是来沙场效力的 萨将军不应该再是印氏为皇子 应该视为麾下先锋 末将参拜大将军 快快请起 上有皇上天威 下有印氏将军英雄气概 何仇害贼不灭呀 请请请 请 请示大将军 我军何日破敌呀 侍郎率兵卖鱼 以攻占漳州 据报 贼兵正在补充粮草军备 且 试图北翻莆田泉州 我打算 带敌移动时 断旗后路 一股而兼职 那么 贼兵何时才会动作呢 这个就很难说了 也许十天半个月 也许两三个月 大将军 末将带来三千票计营 都是能争善战之事 末将建议趁师郎军备不整 抢先动手 率大军破袭漳州 升勤师郎 好 好 只是 师郎必有所准备 大将军 皇上判福建捷报 望远欲穿 福建大营三个月按兵不动 朝中已经有人多嘴多舌了 自国以来 对 反远离战场者 永远是正确的 好吧 三日之后 大军破袭漳州 以示大哥 本将亲为先锋 令你坐镇中军 接应本将 大将军因坐镇中军 末将愿为先锋 请大哥体谅本将 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 本将万死不能辞其咎 末将愿力身此状 刀枪无情 应是有意 恳请大将军 准许末将出战 请起请起 好 本将准你出战 谢大将军 那我就告辞了 请 请 应是大哥 你先歇息一下 今天晚上 众将为你炙酒洗尘 大将军 请留步 大将军 这次皇上把大哥交给您 这可是皇上的一片龙恩 龙恩倒也是龙恩 还不如给点君想 大哥 大麻烦 瞧见了吧 人家立功心切啊 人家立功心切啊 嗯 怎么回事 撒末尔的兵马我交手多次 一国草包 今日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据查 撒末尔新增 数千票进营 谁带来的 康熙的皇长子 应是 是 石将军 我们是战是退 请将军示下 放弃张州 且战且退 将印室引向海边 毕兄们 咱们这是天赐良机啊 如果能生擒这位皇子 那可是该师起功啊 快走 快点 快点 是 禀大将军 飘起营大祸成功 杀死千鱼 伏敌数百 一举收复张忠 师郎望望而逃 我早就说过 大哥绝对是英雄无敌 来 大哥 本将为你庆功 谢大将军 末将只是牛刀小事 日后还要再战 好 大哥 这是 本将上奏皇上的德国 来啊 在 念给大哥听听 臣 靖海将军萨姆尔 叩请皇上圣安 唐夕二十八年 正月十八 大哥印室率票迹营 勇战海贼师郎 杀贼五千 升幅一万零二百人 一举收复张州 海贼残步褪败金下 师郎生死不明 大哥 死战身先士卒 首任海贼三十余人 身负战伤三处 左臂一处 右腿一处 前胸一处 由力战不退 以激励全军 大哥看看是否妥当啊 这 是不是过了点 来啊 在 六百里万吉 非报圣经 喳 大哥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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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封印氏为郡王 赐萨姆尔为镇南侯 哲 皇上 大阿哥立功 所有阿哥都疯广 奴才的意思是 将萨姆尔的折子传世重臣 并超市在京的各位阿哥 让宫内外都知道 皇上的恩威远远流长 好 皇上 奴才还想请指皇上 那个当事奇才怎么办 哪个当事奇才 姚启胜 姚启胜 你不提朕把他都忘了 他关多久了 六十六天 关满他三个月驱逐了事 让他继续喂马去 喳 皇上 从大个此战来看 台湾军力远不足与大清齐勇相抗 朝廷是否考虑提前解决台湾问题 朕想再等一等 看看再说吧 末将参见大将军 大哥 退下 大哥请坐 末将还是站着说 自在些 那就随你吧 二十天过去了 大将军又是按兵不动 二十天算什么 有上回的胜仗 咱们协商半年都没事 卧榻之盼 岂容他能酣睡 侍郎盘踞惊吓 距大陆仅二十余里 朝发西智 大将军 为何不乘胜收复今夏 这二十余里可不是陆地 而是深不可测的大海 不是有福建水师吗 末将要率领水师出战 一鼓作气收复今夏 大哥 你是想给皇上一个更大的惊喜吧 大将军 你是借声色拳马来消极避战吧 你 你是副将 我是主将 战与不战 我输了算 那就请大将军授权给末将 大哥 您这哪是要授权呢 您这明明是要夺权呢 船令 全你水师登船 奔左右两路 向厦门岛进发 快 靠你日展 鼎大哥 您看看风向标 怎么了 风向正进啊 这是东南风 有力一敌 不利于我 站船出海后 得顶风前进 据你们看 海风何时会转向 下午退潮时 那就再等等吧 遵命 来啊 倒好急 全师转航西北 把艺势 又进前海 是 准备 开跑 大队 大队 我们被包围了 三天守兵怎么办 快撤 快撤 末将兵败水师大不折损 请大将军一律治罪 唉 大哥 背之岂能治你的罪啊 来 起来吧 本将刚刚接到廷记 皇上已赐你为郡王 并且传达给全体阿哥们知道 现在 满朝都在传送着大阿哥的功名了 真是可喜可贺呀 唉 但是 盛之中提到了一句话 你为何从不报告本将 什么话 只准你岸上吉敌 不准你下海追寇 皇上先见之明啊 早料到福建水师不是台湾水师之敌 大哥 你抗制出海贪攻心窃 致使水师战船全部沉没 皇上以后还会相信你吗 本将怎么向皇上交代 儿臣 对不起皇阿玛 大将军 明像派人送来一只匣子 哦 快拿来 可有书信 没有 好 你折子 这 罪臣撒末尔万死禀报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日 奴才贪攻心窃亲口冒进 试图一股作气收服今夏 不料陷入海贼圈套 致使水师大败 大将军您为何待人受惑 哎 御者国之重器 朝廷大报 咱们做奴才的 只能牺牲自己的明节 保全大哥的身旺 接着写吧 大哥应是 有勇有谋 万极时刻亲率炮船接敌恶战 击身敌传 就搜 这个萨姆尔言辞暧昧其中必有隐情 朕曾经说过只准岸上击敌不准海上追寇 萨姆尔一向稳重 怎么能够遭到如此大败 呃 皇上 现在看来一是萨将军过于轻敌 二是施郎固步一阵呢 印氏呢 全军大败 唯有印氏有勇有谋 皇上 大哥或许有冲动之处 但萨将军为尊者会扬长必短呢 放屁 朕明白朕刚刚封印氏为郡王 送点留点体面吧 一日 这印氏速速返京 萨姆尔连将三级 待罪留任 喳 皇上 福州倒台六百里急奏 浙江巡浮五百里急奏 你们看看 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念 喳 臣 福州倒台授名叩报圣上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夜 施郎战船侵入马尾港 好了 另一辙 喳 臣浙江巡抚安齐山叩报圣上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夜 施郎战船侵入周山 怎么都是二十五日啊 何至于夜之间处处有施郎 皇上 确实都是二月二十五日 好了 还有什么货事通通报上来 喳 臣江宁总兵哈德里万死叩报皇上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海贼施郎奔袭江南银车 杀死护银官兵 掠夺东南吴省税银一千二百万两 韦东廷呢 他为何不亲自护送 朕要将他碎尸漫断 快 快 禀皇上 侍郎掠走的银车是空的 里面只有粮草 并无银两 东南吴省全部赴税银两 儒采已经亲自押运底经 当面点焰无误交付国库了 东廷啊 朕已经接到太子的奏报 这些日子 你可把朕吓了个半死 平身 奴才就是有一万个脑袋 也不敢丢了朝廷的税银 奴才交了银子以后 一身的轻松 马不停蹄的 就奔到圣经朝见皇上 朕告诉你 这些日子 蜀君是最高兴了 奴才还带了一件玩意儿 想请皇上闪光啊 只要是你的东西 朕都闪光 快拿来 好 来啊 抬上来 这是一条船啊 皇上 这是荷兰人建造的战船模型 战船 台湾的战船呢 与此完全相同 皇上你看 这是双层炮台 这是主帆 这是前帆 这种战船呢 远胜于咱们大清的水师啊 东庭啊 你可让朕开了眼界了 李泽全 那他在 把所图和明珠都叫进来 这 这条船得多少银子 这个 最少得十八万 十八万两 好 对了 东庭啊 朕有向国策 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 朕准备先收复台湾 然后再战蒙古的戈尔丹 驱逐北北的沙皇 好 先别忙着叫好 朕令你三年之内 抽集三千万两享银 行 到底行不行 行 臣参见皇上见过魏大人 朕在琢磨着陆地有劲大海无牙 咱们大清的小友们可以在陆地上称雄 但是到了海上就望洋兴探 来 这种铁甲船可以扬帆千里朝发西智 海毕丽师郎统领着上百条这样的战船 他可以分头出击想打哪儿就打哪儿 使大清的铜墙铁壁如无物 所以咱们纵有百万雄狮 恐怕也是护得了东护不了西啊 难怪啊 一夜之间处处有师郎 所以咱们必须有自己的水师 否则不但收复不了台湾 那不好还要被个小小的岛影 动传这么大清的海将 皇上圣段 臣想朝廷正可借收复台湾之机 建立一只强大的水师 那个姓瑶的 瑶启圣 对 瑶启圣台活着吧 他活得好好的 总算听到个人声了 老子都快掉尖了 你是谁啊 来 跟爷说说话 爷都快憋死了 你别走啊 我犯了什么罪了 我犯了什么罪了 说话呀 你放鸽皮也好啊 三职明日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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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行迎到了 赶紧下车了 下车 传之所图 明天夜里进京 不准告知在京城宫 也不准惊动任何人 去吧 喳 进去 灯头烧脸的 你还以为你是爷呀 我可告诉你 你再敢撒爷 老子披露你 您等等 又怎么着 醉沉求一盏灯 呸 你黑灯下火的呆着吧你 那你们就看不见醉沉了 万一醉沉逃跑喽 那麻烦可大了 您说是不是 来啊 给闪灯 给闪灯 前程 要打开 最后一期的时间在家里面 装着 火腿 炒件 在那边 菱満 火腿 炒件 灯 朕真恨把他杀了 皇上 罪臣知道 只是不知道皇上 以何罪名杀臣呢 有几事 你的罪不在其行 而在其心 皇上的话 让罪臣 你装 你太会装了 有几事 你心中有太多的恨 你愤世嫉俗 你藐视朝廷官员 讥讽皇亲国戚 你让许多人拿你没有办法 你不是不能做官 你是蔑视朝廷官员 所以你宁愿在荒原为马 也不愿意入朝做官对吧 皇上骂得好 骂得好 尤其是 其实朕早就知道你的内心 贵人是什么 你是死守你们汉族的王导 始终认为我们满清人为蛮夷草寇 就说现在吧 虽说你跪在朕的面前 但是 你心里 未必瞧得起朕 你认为我们满人 配不上你们的孔蒙之道 配不上你们的黄河长江 满人嘛 满人的骏马弯刀 只能逞一时之雄 远远比不上你们汉人的五千年的文明 朕如果说错了 你可以反驳 皇上所言可谓入骨三分 臣 罪臣好多年 没听过这么知心的话了 罪臣 确实如皇上所言 罪臣无话可恨 朕最痛的是你这种人 最没办法的也是你这种人 刘启圣啊 朕在心里 已经杀你一千岁了 可是冷静下来想一想 还是不能杀你 无论你将来是否为朕所拥 朕都不能杀你 从古至今 暴君杀人 圣君不杀人 那圣君都干什么 圣君诛心 皇上是圣君 明珠啊 你说得对呀 这只癞蛤蟆的嘴 还真雕毒 姚启圣 你说错了 圣君既诛心 也杀人 说得对 姚启圣 皇上说实那就是 明日养心殿精言日奖 朕请你登堂入座 朕愿意和你论一番儒学道学理学还有禅学 有你点题 不管是孔孟老庄还是易经杂家 朕都奉陪 臣不敢 臣不敢 臣早就听说 自皇上登基以来 经言日奖 从没断过 即使在平三番时 也是奉奖不悟 臣 不敢 能不能再穿 本身 外回 会 不敢 会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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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皇家进京 好比雷霆万军 却又寂静无声 难得 真是难得 你这马屁 朕倒觉得挺舒服 皇家进京 好比雷霆万军 却又寂静无声 难得 真是难得呀 你这马屁 拍得真挺舒服 停下 皇上 京城到了 您应该下车了 你也该下车了 朕有两件东西不算 一个是宾妃 一个是朕读过的书 醉臣万死 不过没关系 这本士林异语是刚给朕呈上来的 朕还没读过 你先去图吧 谢谢皇上 所图啊 在 你这个差事办得好 朕喜欢这样 臣应当如此 朕再给你个差事 立刻把太子三个月来所有批过的奏折 简重要的给朕拿来看 朕看看他怎么做朝礼政的 这 臣这就去 明珠 臣在 传旨 明日银石早朝 所有三拼以上的经官 全部入朝议政 某时出客嘛 摇启胜入奖新殿 经年日奖 臣时出客嘛 陈清宫召见六部上书 还有陈十三客 在上市方检视 黄三子四子八子的学业 陈时默客 朕要看黄十三子的设计 这 朕累了 你先下去吧 这 宋明以后 成朱立学建成大事 上位朝廷所重 下与世子相合 随成国之险学 摆穿入海 历代朝廷 栋梁 无不借取其精益 用于治国安邦 教化人心 在 微服天下的同时 尤为注重恩福天下 朕眼下就有个麻烦 不知道是恩福呢 还是微服 皇上 不止一个麻烦 不知道皇上说的是南边的还是北边的 台湾 陈以为朝廷平台当以正列为主战略为辅 二者结合才是平台方略 接着说 陈以为朝廷对台湾但坚持三笔角 其一 正经等人孤宣海外早有列岛为江另立皇朝之心 这一笔角 守在角其心 其二 台湾水师所以横行无际 是因为台湾水师胜于大清 这二笔角才是角其兵 其三 台湾荒蛮之地既缺银又缺粮 无论军需民用 全仰仗与大陆通商 这三笔角便是角其海路 姚先生对台湾可谓是了如指掌 招招打在要害上 臣还没有说完呢 接着讲 这三笔角仅仅是微府 运使台湾长治久安 还必须有三笔府 这点臣早就估计到了 当然 你是一直主张招抚的吗 接着讲 正经之父正成功 从荷兰阳毛子手中收复了台湾 可谓中华万事之功 这一笔府骂便是抚慰其祖上之功业 朕愿意 什么加官进爵 住庙烧香都可以 台湾百姓都是内陆血脉 趁料想 他们可不愿意与大陆一刀两断 成为海外弃子 这二笔府骂便是辅其民 民心不可欺 也不可欺 这第三笔府便是抚慰颜平王正经 因为朝廷平台之后 台湾军民人人皆大欢喜 唯一不欢喜的只有正经一人 从此后他从王位上掉下来 成为臣成为民 甚至成为阶下囚 简直生不如死 这是三府中最难抚慰 又不能不服的 你的意思是恩威相继 俯角并用 皇上说得好 比臣自个儿说得更好 八旗兵勇以战马称雄 然而收复台湾 他们只能望洋兴叹 正经的水师多是父子兄弟 他们以水为家 以船为命 厉害呀 朕正要借平台之战 建立强大的大清水师 好 皇上目光远大 此外要平台光有战船还不行 更需要有将帅 凭大清之国力 打造数千战船 有个三年五年便可得知 可要得一位金鱼海战的水师提督 可不是金银能堆出来的了 非得身经百战 熬个十年二十年不可 有一位 你摇启圣 既知海战又知陆战 既知满又知汉 朕可以拜你为帅 臣当不了 臣只能运筹帷幄 动动嘴皮子 而不能决胜于汪洋大海 既然你给朕出了这么多的好主意 再出个人 朕令你再举荐一个人 台湾水师主将 海霹雳师郎 摇启圣 这是朝廷不可放了喜笑 皇上 师郎早年曾是摇启圣门下学子 因粗网浩武失学不成 被摇启圣逐出世门 连臣也没有想到 师郎弃闻习武之后竟成大器 如果能招师郎弃暗投明 那将化腐朽为神奇 天兽一人 原来如此 不过像师郎这样的将军 即使不为朕所用 只要他能够不为政经所用 那就是大清的万幸 兵者不在意永恒 在于王道正气 当年正式收复台湾 靠的是什么 就是行王道持正气 现在 王道正气跑到朕这边来了 他成了孤家寡人 玄孤海外 姚记胜 臣在 侍郎的这件事情 朕全全委托于你 臣七看 你们随朕来 这是当年先帝爷 读书批折子的地方 顺志朝所有的玉批 都存在这里 陈廷静啊 臣在 你这最熟找出先帝爷 当年批摇起胜的折子 折 摇起胜之人孤傲自诩 放浪行骸 武逆有私践踏律法 着剥夺官职 发往边疆从军 永不录用 钦此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儿臣贤阅 你们听好了 这是先帝爷的折子 现在在这儿已经化为了灰烬 以后 谁再提及此事 展 要起声 臣在 朕另一位福建总督受兵部尚书县 负责平台的战略和政略 管制福建境内的所有的官吏 听明白没有 臣立命 明相您说 所相您先说 我没什么说的 我只是瞧着您今儿的气色不佳嘛 是不是病了 让所相费心了 我今儿可是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好着呢 倒是所相您今儿个有点儿 我怎么了 所相您是主张弃台的 可是姚启盛刚从大牢里放出来 就大祸胜宠啊 他的三臂脚三臂斧 那简直是在打所相您的耳光啊 我实在看不下去 名相比我在的跟头更大 你表面上是主张对台招服的 可暗地里鼓励大阿哥出战惊吓 结果把整个水势都赔进去了 所相 这事另有公论 所相啊 说实在的 你我今儿个都栽在姚启盛的手里 实在太没面子了 为了这个小老头 皇上竟然背逆了祖宗 皇上独步古今 不受任何祖先的牵制 王者气派既往开来啊 再加上那个姚启盛 跳蚤上来 跳蚤上去了 你我做臣子的越来越难哪 所相啊 您是朝廷首府 您得给皇上提个醒啊 对姚启盛这种人既得用也得防啊 你怎么不说呀 好好好 您说您的我说我的 好 这个等到了将来您又跟我说您了 我的所相啊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不相信我 咱们再这样闹下去 咱们再这样闹下去 就该姚启盛入朝主政了 明相保重吧 所相保重 这是你写的 不错还真不错 我听说了 你们师父说你们四个月以来 一天假也没有发 刻苦攻读 今儿朕放你们的家出去玩吧 谢妈妈 殷氏 儿臣在 为何先生后拜 儿臣有罪 萨木尔将军执意收复今夏 儿臣未能劝阻 还有其他情况吗 儿臣不敢隐瞒 当时儿臣也想海上建功 太可惜了 福建水师 毁于淡 请皇阿玛赐罪 说一个是太子 一个是大哥 应该给阿卡齐表率的作用 何为表率 要以宽为本 要记着 一言之虚 百换众生 一事之虚 为害终生 儿臣永生不忘 儿臣永生不忘 末将撒末尔参见姚总督 参见姚总督 撒将军啊 府上有铁观音没有 当然有 这一瓶铁观音 快快快 跑步功夫查 跑得浓浓的 我呀 都缠了二十多年了 姚总督 我在官场里昏了一辈子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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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官场里昏了一辈子 可没见过像您这样的 干了三千里路 就能够了一辈子 不够冲这壶茶来的 天杀掉下个无纱帽 正好砸在我头上 我这人哪 不会做官 可我会做人哪 来 我请你喝茶 哎 姚总督 这是我的府 这茶也是我的茶 怎么您请我呀 是吗 姚大人出任祖族的消息 传遍福建言可 百姓们一片慌乱 都说是战祸不免 好 好 好 倾向无比 回味无穷啊 你刚才说什么 战祸不免 那当然 谁也不愿意自个儿家乡成废墟啊 你甭操心 我会让他们搬家的 那可是几十万百姓啊 何止啊 二五府十三县一百一十八万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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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你兵败今夏的起罪者 有旨意吗 自己看吧 哦 一个字的诸皮也没有啊 皇上一言不发 这就是值 下官明白了 皇上更明白 门口那顶轿子送你了 喝完这种茶 你就上轿吧 一直朝北走 回你圣经老家去 不 周培公后尘 养老去吧 告辞了 回味无穷啊 回味无穷啊 赵新南侯正太 左先锋师郎 敬见 参见颜平王 爱将平身 谢颜平王 好 请 侍郎啊 今夏海域一战 全间福建水师 你立了大功啊 我已传命 封侍郎为靖海侯 世袭罔替 谢颜平王 伯父 朝廷方面有何动静 顶颜平王 动静不小啊 福建将军萨穆尔被罢关了 现在是姚启胜 就任福建总督 哦 这个老不死的又回来了 当年先王收台 姚启胜就是福建藩司啊 自住过兵马前梁 他对台秦了如指掌啊 康熙走马换将 证明朝廷要对台湾动手了 来就来吧 这大青啊 大如牛 这台湾呢 小如丁 这牛和丁相撞嘛 看看谁撞得过谁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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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平王说的是福建水师垮了 台湾水师独步天下 不怕姚启胜攻台 只怕姚启胜困岛啊 颜平王 呃 小小早年在摇起圣门下时 曾经便有内陆 甚至中华这雄壮地大物博 从任何一方面衡量 台湾最终都不是大陆之底 哈啤弟 怎么刚打了圣仗 转眼就要招安了吗 放肆 师郎这话如一片忠心 他是不会说的 接着讲 颜平王英明 莫将认为 台湾与大陆 终究是要归为一统 和 为了和 必须狠狠地痛击大清 打得康熙一筹莫展 望洋兴叹 这样 才能使台湾 在最有力的条件下 与大陆构和 到那个时候 我们要什么 康熙就得改什么 咱台湾虽然规划黄统 却无异于国中之国 臣也是这个意思 要取和先取胜 臣不敢苟同 臣以为先往医院室 台湾宁肯是孤宣海外 也绝不向满夷称臣 台湾立足于战 不是迫使大清求和 而是迫使朝廷棄台 严平王列位将军 宁坐棘手 不为牛后 台湾应与清廷决死相抗 最终迫使康熙西兵 通商棄台 访朝鲜力 使台湾成为大清蜀国 列位所言都是耿耿中心 本王决心已定 台湾确立左右两侧 左侧是迫使康熙求和 右侧是迫使康熙弃台 无论左右两侧都必须立足于战 战不胜一切都是虚的 遵命 严平王 内陆密报 好 侍郎啊有密报说上月二十八日你夜袭卫东亭银税共驾 截的东南无省税银是一千二百万两啊 严平王 等等别急听我说嘛 当时我看了密报 好伤心啊 因为你并没有禀报此事 退朝以后有人便劝我 立即解除你的兵权 我问为何呀 那人说 此举证明 施郎与正太暗中敛财聚兵 想割据今夏自立为王 但是我呢 当场就罢了那个人的兵权 我说既然施郎没有向我禀报 就说明绝无此事 施郎 你说我的意思你懂了吗 严平王明鉴哪 二月二十八日那天 末将是结了所谓的税银共驾 但是银箱里只有陈梁两百弹哪 看看我没有料错吧 东南无省的税银是大清的命根子 岂能轻易被劫 至于小人谗言说末将图谋割据今夏 更是荒唐 何止荒唐 简直恶毒 当前多世之秋更需要京城团结 本王岂能容忍陈将之间暗箭伤人 世郎啊千万别放在心上 末将从一兵族起 就跟着先王赴汤蹈火了 先王带我如生父 末将此生为救报恩而已 这我知道 不过有句话我还是想说在前头啊 谨奉言平王力 世郎啊 你的老师姚启盛已升任福建总督了 你们师生多年不免救恩难舍啊 今天本王给你一个方便 如果你决定投他而去 本王非但不留 反而赠你黄金万两 以谢你数十年来的浴血战功 严平王 姚启盛对我虽有伯恩 不过早就把我驱逐出门恩断义绝 先王对末将是再造之恩恩重如山 末将如遇姚启盛 只推兵三十里一些当初失血之意在于必斩起马下 十郎啊 你长我三岁 我正经愿与你结为异姓兄弟 从今以后表面上你我是王与将 实际上咱们俩是结拜的生死兄弟 十郎兄 严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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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凤诏而来 好 今天本王请你们来看海啊 我们虽然中日与海为伴 可这海啊还是看不够 甚至看不懂啊 刘国轩将军啊 有先封刘国轩 偶感风寒 病了 台湾有此天窃可保无余啊 但今夏距大陆太近 相互都是朝发西智 我们绝不可泣 信南侯正太 臣在 敬海侯侍郎 末将在 令你二人继续坚守今夏 袭扰沿海 炼聚钱粮 供应台湾 领命 领命 施郎啊 你把家眷从今夏牵来台湾吧 让他们远离险地啊 遵命 施郎 从此以后 本王将视你的父母为父母 视你的子女为子女 你安心聚敌吧 施郎啊 施郎啊 从今天起 你的父母亲人 都成为颜平王掌中的人质了 颜平王 刘国轩为何突然病了 刘国轩没病 我只担心施郎有病 就拿刘国轩做药饮子 提前给施郎用用药 哈哈 颜平王圣见 老祖宗 孙儿给你请安来了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孙儿来让祖母瞧瞧 瘦多了 孙儿出去这一趟 反倒惊湿了许多 是吗 正好 正好 你这次出去 是否给我带来点新汉舞啊 是 抬进来吧 喳 来 老祖宗 老祖宗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么大呀 宋马 扶着老祖宗 我瞧瞧 好 好 瞧瞧 好 这么大的东西啊 好 好 好 这是要大台子唱戏啊 这是 小心 小心 来 展开展开展开 可以吗 小心点啊 小心点 好 天哪 这是大清国呀 是啊 这是周培公 花费了十年时间 遍阅古今史料 终成此图 这是咱大清最完整 最准确 最精致的地图了 这西边的戈尔丹 还有这东南的台湾 是朕的一块心病啊 摘下来 这周培公 是不是带着家奴 拼了吴三桂的那个汉人呢 是 就是他 只可惜他天命不强 被咬到开春就去世了 都愿你把人撂在冰天雪地里 我也感到惭愧啊 老祖宗 周培公在临终前推荐了姚启盛 姚启盛在没上任之前 又推荐了施郎 真像老祖宗说的 取天下在于用人才 皇上的身边人才聚集 才显得皇上圣名 四皇 你这是在取消阵吗 哪里 快 快 放大镜 把门打开 这儿 在哪儿啊 我得看看 好啊 我找到了 找到了 老祖宗 您找到什么了 快来看啊 我找到了我的家乡了 可尔亲大草原了 让我想起了蓝天白云 决荣 老祖宗 革告的大草原了 革暖着的大草原啊 wurde之年老祖宗 我不再いて 拍张 stay 皇祖母跟我说 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那天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雪 就在这 我老了 皇祖母对你有个希望 老祖宗请吩咐 就是想让你在有生之年 做到古王今来 所有的帝王都没做到的事情 我想让你除了上天下海底以外 你要踏遍大清的山山水水 和每一寸土地做得到吗 好 当我平了戈尔丹 收复了台湾 朕要亲自的巡视大清的每一寸土地 还您老人家的愿 好 好啊 你看看这图 什么都画上了 好 哎呀 哎 哎 哎 可是啊 只有一样 老祖宗 话不上去啊 老祖宗的意思我明白 你所说的是人心吧 你所说的是人心吧 对了 老祖宗的意思 老祖宗所说的极是 一颗俗人心 不用三道米震就能换来 你是否可以考虑 爱大于恨 王者之道 教化万方啊 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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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愁多病身 多愁多病身 老祖宗 还真 什么 多少 老祖宗 那 你要 娘娘 今儿个初九 皇上回宫也八天了 我还没见上一面 奴才寇请惠娘娘金安 李公公啊 可是稀客 您怎么会来了 皇上掀了惠娘娘的牌子 奴才赶紧送香囊来了 李思义毫不敢耽搁 快 拿一百两银子 是 给李公公上茶 快请坐 坐 给 娘娘 您就别客气了 快收下吧 奴才就谢谢您了 李德权 在 你可别看你整天跟着皇上 我比你更了解皇上 是 说真的 别看我年纪大了点 其实皇上挺喜欢我的 是 李德权 这女人呢 还得成熟一点才有味道 哪像那些年轻的女孩子 生黄瓜似的 怎么懂得侍候皇上 这些你明白 有机会的时候啊 还得提醒提醒皇上 奴才明白 奴才设法让皇上能体会到 李公公啊 有时间啊 常来走走 谢惠娘娘 那奴才告退了 那走好啊 李公公不送了 李公公慢点走 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香烫沐浴啊 是 下去吧 这 来啊 奴才在 白嫁荣非公 荣非公 皇上 您刚才翻的是会妃的牌子 我说去荣非那里 您确实翻的是会贵妃的牌子 是吗 皇上过目 这样 你跟惠妃说一声 就说朕偶感不适 改天跟她说话 喳 慧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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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娘娘请留步 皇上有旨 朕今日偶感不适 改日再和慧娘娘说话 皇上病了 什么病 这 皇上偶感不适 偶感不适 你这请我告诉你 她荣非是贵妃 我可是皇贵妃 是是是 我人都走到半道上了 你还让我打到回宫啊 那儿皇上自己呢 她不顾月暗 不顾风寒 不顾龙极在身 欺贵妃娘娘的御探 咱们要直走 这儿 慧娘娘 慧娘娘 您慢走 奴才跟您说句话 奴家 奴才求您了 您就别碾皇上了 慧娘娘 奴才求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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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娘娘 慧娘娘 停轿 咱们走 不好 慧娘娘 奴才这儿就谢你了 回去吧 皇上 皇上请 是皇上 是皇上 臣妾为货照 不曾准备 朕想你了 想和你说说话 这是什么 小兔子 皇上请 是皇上 臣妾为货照 好 不曾准备 不曾准备 朕想你了 过来和你说说话 这是什么 是兔子 快 快端碗莲子羹来 是 皇上 臣妾赏武 就熬上了银耳莲子羹 皇上请用 好 待会儿来喝 真可怕 咱们女儿兰奇儿 就是属兔 臣妾听说 皇上虽然酷矮受力 几十年来 掠过三千多头虎豹狼胸 可是 从来没有碰过一只兔子 好 荣妾啊 朕知道 你多年来有个心愿 想回福建老家探亲祭祖 是 臣妾不敢说 为什么 臣妾怕给皇上添麻烦 再说 也舍不得皇上 那时候三藩正在作乱 朕是不敢让你去江南 现在 三藩已平 朕给你三个月的假 会相探亲祭祖 皇上当真 非但如此 朕还要恩准你离京之后 可以不穿满装 穿汉装 抵香之后 你可以任意接见亲友 并且 以皇妃之尊 宴请当地的父老 名流 学子 皇上 这是为什么 朕要让你 做一个恩赴天下的女钦差 想让江南的学子百姓们看一看 大清国皇帝的爱妃是怎么样 不忘祖宗爱您如此的 你要把朕的宽人为本 尊师重教带到那里 谢皇上 大阿哥 你升任郡主后 小弟高兴得几天都睡不好 下头的阿哥也个个为你高兴 你可为皇子们增了光啊 太子 应是没别的本事 就像铁蹄弯刀纵横天下 将来太子龙玉大宝时 应是愿为太子护国 皇阿玛说过 要咱俩为皇子们做表率 大阿哥责任重啊 太子你是储君 应是岂敢称表率 应是谨奉太子为楷模 咱们这些阿哥都是皇阿玛的臂膀 皇阿玛万寿无疆 才真是我们的福气啊 主子 惠娘娘回来了 这么早就回来了 叩见惠母妃 儿臣请和娘安 太子也在这儿 大哥升任郡王 我还没贺喜呢 墨河那边送来了 好几十张上好的貂皮 我用不着 拿给大哥赏人用 你们真是兄弟情深啊 惠母妃宽坐 应人告辞 应是替我送送 是 孠阿玛 还没给皇阿玛靠头呢 给皇阿玛请安 好凭什么事 你怎么还没睡啊 我睡了 我替姑娘说皇阿玛来了 我就起来了 朕已经恩准你皇阿娘南下省亲 真的 皇阿玛 我要跟额娘一起去 你干什么去 皇阿玛 女儿都这么大了 还没出过京城呢 皇阿玛 你让我去 我跟额娘一起去 长长见识 皇阿玛 恩准了 额娘 额娘 皇阿玛同意了 朕可不是随口说的 如果你和兰妾儿 能够一起南下 就更能展示皇室的魅力 也更能感化汉人的心 谢皇阿玛 你们是得谢谢朕 朕已经传旨 荣妃晋升为皇贵妃 兰妾儿嘛 敬封为兰妾格格 谢皇阿玛 谢皇阿玛 只是有一点 你们到了南京以后 由魏东廷护送 记着想欢欢喜喜的去 欢欢喜喜的回 不能给朕少一根毫毛 额娘 你怎么了 额娘 你倒是说话 额娘 额娘今天是受羞辱了 额娘 出了什么事了 你知道吗 皇上五年没有找我侍寝了 皇上回京都八天了 我也没见上他的面 额娘 花马日理万机嘛 不 你知道吗 皇上一直都不宠幸我 今儿个他突然想起我来了 让人送来了侍寝的香囊 我就更衣沐浴 人都走到半道上了 让李德权给劫回来了 原来皇上要的是荣妃 不是我 额娘 求你别说了 不 额娘今天什么都要说 应是啊 自从皇后去世之后 额娘就是后宫之尊 是唯一的皇贵妃 额娘从不敢奢望既封皇后 只盼着体体面面的过下去 可是不行啊 额娘出身罕见 虽然进宫进得早 从不被人瞧得起 你虽然是皇长子 却屈居太子一人之后 你是他哥 比他大三岁 你见了他还得叩头 将来不过是他一介臣子 忽来喝去 要杀要寡都有他 儿啊 莫于此为归 你我为什么这么命苦 额娘 你究竟想说什么 我要你建功立业 将来去应人而待之 万万不能啊 额娘 儿和他同为皇子 收足之请 皇阿玛健在 而誓死效忠皇阿玛 皇阿玛龙玉归天 而效忠于殷人 宁死不作争处之事 儿和殷人是骨肉兄弟 天呐 瞧瞧我这傻儿子 你竟然胡走到这个地步 你怎么会以为 凭着骨肉兄弟 就当拥抱太平了吗 额娘 额娘虽然出生低贱 可是我比谁都聪明 你虽然金龟 你竟然这么愚蠢 啊 嗯 嗯 永飞啊 朕知道你一直有个心愿 是想生一个皇子 皇上 咱们有个蓝棋儿 不是挺好的吗 唉 这一点 你比其他的兵妃强多了 他们 可比你贪多 皇上今天太累了 臣妾听说 皇上今日北交阅兵 三个时辰里 骑垮了六匹鱼马 射空了三百多支箭 皇上好好歇一歇 臣妾陪皇上说话 啊 今儿的月亮 还真一样 巧 月亮是兔儿的家 他们正在回家 找他们的嫦娥和桂树去 其实 臣妾不只是想要皇子 臣妾更想要个家呀 你这不是 在公里吗 皇公是公公 不是家 可是现在 皇上躺在身边 女儿睡在外头 月亮 月亮 挂在天边 两口子说说悄悄话 哎 这就像个家了 皇上啊 您知道吗 小时候奶奶跟我说过 男人们不管多伟大 梦里都是个孩子 奶奶说 人只要掉进梦里 就永远长不大了 皇上好好睡吧 一旦睡醒了 皇上就不是臣妾的男人了 而是天下人的皇上了 皇上 月有殷勤远缺 人有悲欢离合 皇上 此事 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 故缠久 请命兵部尚书 福建总督 姚启盛 升堂 皇上 福建这天还是这么热啊 是啊是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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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现在本都宣布第一道政令 这就是 当本都说话的时候 你们都在抬起头来看着本都 也让本都看见你们 这就对了 上下级之间呢 就得眼对着眼 人盯着人 眼为心生 才会说话 今天 全省的府 道 县 镇 各级官吏都来了 全省的齐都 将军 彪统 谦总也都来了 本都第二道政令师 从即日起 福建境内沿海 全县封海 所有的渔船 货船 百渡舟 水师战船 一律上岸封存 寸板不得下海 为者以资敌论处 本都第三道政令师 福建沿海的所有居民 一律内迁 沿海三十里内 只驻兵勇 不得驻百姓 为者以通敌论处 本都第四道政令师 在所有的千界近海地域 全部划分责任区 各级文武官员分头包纳 眼对眼 人盯人一级盯一级 互保连坐 九十天内不能完成的 就地免职 超过一百天 立即发配墨河充军 终生不得赦免 列位 皇上已授权本都斩三品以下命官 不必请旨 三品 三品 到了一百零一天 本都一不罢官 二不充军 而是直接砍本都的头 当然了 本都在临死之前 也会拉足了垫背的 这五项政令 都听清了吗 尊命 今天就是第一天 列位扔下轿子打马回府 速速办差去吧 这 千戒进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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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全境进海 寸板不得下海 为者以资敌论罪 快走 快走 沿海百姓全部内签三十里 我再把朱老医放手 我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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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把东西 您这把东西 我快走 快走 大人 同安县南澳镇又发生了三起命案 死了五个百姓 都是抗拒千戒的 死走了 下官担心的是 担心民变 是 所以啊 必须在民变之前完成千戒进海 炖刀子割肉 越割越疼 快刀子嘛 没等疼 肉就割掉了 以后 武士启命案之内不必报我 杀人的兵勇也不必惩处 这 速速腾抄一边 法往浙江广东粮省府台 这是 执照广东浙江粮省府台 令他们将沿海居民内签 仿佛建立 一律实行千戒进海 否则 我就把台湾海贼从福建赶到他们那去 大人 按照规矩 岳省之兆需经朝廷批准的 嗯 我是平台总督吗 我已经上折子给皇上了 你放心 朝廷必准 福建进海之前咱们听朝廷的 福建进海之后 朝廷就得听听咱们的 因为光福建进海临省不进 福建不等于白进了吗 朝廷的银子不是白花了吗 福建的百姓不是白死了 大人 您的意思是滚雪球越滚越大 把朝廷拖下海 嗯 嘿嘿 你这话说的太客气了 朝廷上那个忘花筒是这么说的 老叫花子 啊 读着呢 哎 嘿嘿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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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权 奴才在 这宫里恨老叫花子的人不少 是 你也对他恨之入骨 不 为什么 皇上 奴才在宫里 除了皇上 没有一个人敢碰奴才一根手指头 唯独姚启胜打过奴才 骂过奴才 奴才挨了打 但心里明白 姚启胜是又狠又正 其实奴才又恨他 又敬他 说 把小赌场里的话都说出来 奴才觉得 姚启胜和朝廷里许多大人都不一样 有些大人因为怕皇上才忠于皇上 姚启胜他不怕皇上 他敬皇上才忠于皇上呢 哦 为什么 奴才还觉得 姚启胜有一点像皇上 哪一点 这样 一副金刚罪的脾气 咬定的事打烂了头 他都不松口 小李子 你那顿板子一点也不远 谢皇上 自千届近海之日起 朝廷六部 东南四城的都府 均不断的飞报 飞升昼起 他们历斥 妖都之祸 不下于政经之祸 而敏月这沿海百姓 打鱼的封了船 种地的 故土难舍 据报 已经有数十起血案发生 民怨沸腾啊 臣叩情狂赏 罢免姚启胜 改前更张 令仇平台的良策呀 皇上 臣以为千届近海之举 已严重干扰我大清全局呀 八旗标营已有三分之一陷于福建 汉军陆营则半数在福建 东南税收也是竹篮打水都漏在了福建 一旦三北有事蒙古叛乱 朝廷何以措手啊 臣也叩请皇上罢免姚启胜 令仇平台善策 臣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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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位大臣今天是空前的团结 朕心甚畏 政经在前头逼朕 朝中大臣在后边逼朕 这么三逼两逼的 非得把朕逼得到悬崖上去 看样子今天非得把朕逼得千刚堵断呢 众臣经旨 臣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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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起圣千界近海是为了弯肉疗疮 虽说是痛不可当 但是可以强身见骨 朕知道千界近海会惹祸 但是此货不过三五年 如果弃台自保的话 那么为祸是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 朕宜人不用用人不宜 肝胆相照 摇起圣 不是要截至满汉三军的大权吗 朕给他 摇起圣 不是要浙江广东一带的近海权吗 好 朕下旨 让他总览各省的台悟 摇起圣 不是要减免税付两年吗 好 朕减三年 总之 摇起圣他要什么 朕 通通都给他 折 平身吧 谢皇上 明珠 你为什么不起来 臣冒死尽见 皇上 臣有一侧 亦可平台啊 明珠 你今儿是怎么了 平时你都是捡朕叔父的话说的 啊 年纪大了 脾气也倔了 好 朕喜欢倔脾气的人 家有倔子不败家 国有列臣不亡国吗 你说说看 朕洗耳恭听 皇上 千戒近海乃双刃剑 既伤朝廷更伤台湾呢 烟海各省是难过 可台湾孤岛更难过 此时正经必知朝廷的厉害了 皇上 臣建议在继续贯彻千戒近海的同时 臣奉一诏书亲往台湾招降 啊 你的意思是和谈 皇上 威福在先恩福在后 此乃王者之道也 皇上 姚己圣的奏折又到了 李德权 在 把这段念给他们大伙听听 这 臣冒昧揣想 朝中会有造福之意 臣以为朝廷万不可主动向台湾示和 到了非府不可之时 也要等台湾正式主动启合 你们听听 你们听听 这个干老头子对朕是耳提面命 他替朕定下了一条原则 那就是 政经要前来求朕 而朕不能去求政经 你们的意思如何 姚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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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释了 怎么了 神明挖了你们家的祖坟 什么 是啊 他们挖了我们家祖坟 快 罗娇 你们多小心 这儿这儿的百姓 不把我当汉人看了 他们把我当成了满清的英犬 他们是要把姚氏列祖列宗 从这汉家分连赶走啊 贱人们哪 气声不笑 气声不能忠孝两全哪 姚总督 以大清律绝人祖坟者杀不赦 请姚总督下令 我等不出三个时辰 杀尽附近十里刁民一个不留 为总督报仇 我老家在这儿 这里的山民荒蛮未开 不通教话 那姚总督有何命名 罢了 他们既然不让我先祖入汉人坟 我就签帝令葬吧 我强行签了百姓三十里 自己还不能签三里吗 古人说 青山处处摆中骨 杀大人 走开 这 这是我自己的事 还是我自己来的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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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来 来 我自己来 我 姚大人 怎么了 昨日埋的尸骨 今日又被刁民们挖出来了 姚大人 姚大人 快 抬我去 这 咯 好 好 小teri 不是 算了 你埋了 把花盆拿来 这都花花了吧 放了他 放了他 我这就会早适点 放了他 现在三十里 你们也太不讲理了 快走 快走 你们简直太不讲理了 放了我 等一下 放了我 姚总督 末将昨夜来此守护 看见这些刁民绝坟懒着 末将急追不舍 谁料这些山民翻山越岭如履平地 末将追出三十余里才将他们抓获 罪犯已拿货 将他们就地斩首 为大人掀走殉葬 都是普通百姓吧 什么百姓 全是刁民 您看他们一眼哪 我不看 看他们一眼 就会恨他们一辈子 就会恨他们一辈子 都放了吧 放人 否则军法从事 是 走 把绳子统统解开 让他们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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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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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吧 先人们 这儿的百姓 不准你们入土 你们就 葬身大海吧 听说 大海比大陆 不 大得多 很快 吗 今天 不是 你 多 之 那 你 不 你 你 我 乡亲们哪 启圣 今年六十四岁了 人称老教花子 今天老教花子求你们哪 为你们的长治久安 牵戒进海吧 老教花子在内地 为你们准备了庄家地 比这儿多一倍哪 皇上说了 三年不纳粮啊 三年后这儿的土地还是你们的 朝廷只是借用三年哪 乡亲们 牵戒吧 牵戒吧 乡亲们 牵戒的车马不够 我用军营的车马载你们 还有年纪大的 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统统做官府的轿子抬着走 乡亲们哪 七圣 求你们了 乡亲们 七圣还求你们办一件事啊 临走之前呢 在房门挂上 给台湾亲人的书信 跟他们说 起胜盼他们回来啊 皇上 早晚要踏平海峡 别给那个政经当那个殉葬品了 你快点回来啊 回来过自己的太平日子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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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了 跟上了 禀将军 镇子是空的 禀将军 所有村庄人群悟空 什么都没有 走 开口去 好 浅接近海太厉害了 长此一网 台湾非但粮草不济 而且军心也要大乱 是啊 是厉害 禀将军 这座村庄也是没人 往去看看 将军 这儿有个粮仓 跟我来 奇怪啊 为什么留下这些粮食 禀将军 这儿有个告示 十郎五弟 你如空手归台 必难以向正经交差 兄特赐你稻米三百代 供你色泽 兄与你相处有年 朝夕思念 同时又身为帝之险境而忧虑 因为正经乃多疑之人 他早就在提防你了 否则为何将你的亲卷强行千台呢 烧了 将军千万 这告示应该禀报颜平王 好 你inky 偶起签 烧重 你算是害苦了我 偶起胜 真是一个神人啊 不到九十天 千界进海的事 他全完成了 神人哪 关键是皇上圣眼独照 启用姚启胜 否则他还不得去养马 姚启胜是个德才兼备的人 他不但为朕收拾了一片江山 更重要的事 还为朕赢得了一片民心 朕没用错的 传旨 赏姚启胜 欲配皇马罐 此三眼花灵 只要咱们君臣一心 收台湾之战是必胜的 是 皇上 平台还任重而道远呢 你们放心 朕都给你们建功立业的机会 这 进海侯施朗归台 正在殿外等候 快请 兵严平王 大陆沿海一带都实行千界进海 兼壁困岛 此行末将未购集到任何粮草 令严平王 施将军所言不去 此行收获三百担稻米 三百担 何足挂齿 嘿嘿 但这三百担稻米 却饱含师生之情 严平王 请看 这是姚启盛建亲用计 你这个问蛋 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施郎是本王的异姓兄弟 一众如山 末将糊涂 免了你的监军之职 退下 是 施郎啊 这次空手而归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下次登陆时可再远一些 再深入一些 定有所获 严平王 末将在返航之时 忧心忡忡 哦 说说看 大陆地大物博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因而朝廷 他不怕近海 台澎今夏是孤岛 不能近海 三五个月善可 一年半载之后 台澎今夏的军粮 便高短缺 更致命的是 军营内多位大陆的子弟 因为近海思乡心切 军心 必起骚乱 海批力所言 严平王早有考虑了 师傅 请严平王明示 哎呀 当前刑事逼人呐 为缓和大陆的牵戒进海 本王以智书清庭 请康熙派众臣前来和谈 当前刑事逼人呐 为缓和大陆的牵戒进海 本王以智书清庭 请康熙派众臣前来和谈 严平王圣见 太平岁月很难看出中间来的 当今台湾时局艰难 这才能看出人心迫测呀 我将宁愿战死不愿谈判 臣与康熙势不两立 对 势不两立 谈判还是要谈的 我们可以借谈判 视若于蜻蜓 方能以柔克纲 合居一开 对外呢我们可以交敌 对内马我们可以中坚立线 严平王圣见 严平王圣见 放大秦国康熙皇上 大人 慢着 这可不能随意看的 你这绿法 这玩可不能动啊 这么缠人的东西 这不尝尝怎么能成啊 哎 这样 大概看看 看完喽 找原样封起来 再呢送给皇上 下官也是这心思 写的什么派 台湾齐合了 请求他办 大人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真的 大人 您胜利再忘了 大人 是喜悠惨犯了 喜的是 正经终于屈服了 有的是 浅劫进海 刚刚开始 这屈服 来得也太快了 臣 随未拆阅台湾书信 但臣预料 此统内八成是正式的 企核书信 如臣偶然料中 则臣建议朝廷 冷淡正式三个月 然后再派员招服 臣以为 谈判是要谈的 但谈判所得的东西 远不如打仗 打下来的东西可靠 正经企核的折子 你们都看了吧 看过了 臣看了足足三遍 每次感受都不一样 说说看 这第一遍 臣喜 正经已经知道朝廷厉害 开始向皇上献媚 第二遍 陈幽 正经再上梅花三弄 使缓兵之计 第三遍 臣又喜 此乃收台之良机 一旦成功 则三年进海费用 全都省下了 朝廷不战而胜 姚启盛也是喜忧参办 他怀疑正经的诚意 让朕冷他三个月 皇上 千万冷不得 臣建议要趁热打铁 将百炼钢化作绕纸柔 皇上 一旦冷下来 正经见求和不成 便要顽抗到底啊 那姚启盛之所以停止谈判 多少有点仰寇自重的意思 皇上你想啊 台湾顺利收贵 那姚启盛岂不无用武之地了 你们总是把姚启盛想的这么阴啊 他都多大了 六十四了 半决入土的人 只不过想在这有生之年做点事 补补这辈子的缺憾 这一点朕不会看错的 臣多虑了 臣的意思是 虽然弹劾 但仍当立足于战 这话说的是 正经起和诚意不足 不过他向朕身面眼儿 朕就笑脸相迎 他要向朕刺牙 朕就以铁拳相待 总之切不论正经有没有诚意 朕是有诚意的 明珠啊 臣后旨 这次轮到你建功立业的时候了 你要深思熟虑一下 草拟一下和正经谈判的条件 朕只有三个原则 一 替发 二 称臣 三 登岸 除此之外 任何条件都好商量 皇上 由谁附台谈判呢 当然是你啊 万花筒啊 满腹精伦 蛇战群雄 去为大清扬威 这 有一件事你们要记着 大清和台湾 既非两国 也不是什么两朝 而是朝廷 以下属辅道台的关系 所以你这次去 不是什么蒋和使节 而是朝廷的特命钦差 奉旨昭服 啊 你要恩威并用啊 不要犹如圣旺 皇上放心 姚启胜以为朝廷立下大功了 奴才绝不会输给这个汉臣的 搜图 臣在 关于整金备战的事 你要全力以赴的去做 朕建议你 啊 还有兵部力部户部 你们全当没有谈判这回事 一门心思 武力收台 这 明珠 三天以后 朕为你制酒送行 谢皇上隆恩 但有一事 请皇上明示 说 福建姚启胜 总览台悟 臣此行为钦差大臣 与姚启胜可谓是一山二虎 各奉其旨 奴才斗胆叩问皇上 福建据子四千余里 如意紧急情况 是姚启胜截至奴才啊 还是奴才截至姚启胜呢 你这话问得很啊 你还没出京呢 就和朕谈判了 你是怕他和你真功吧 皇上 姚启胜之台初见成效 功在皇上 若不是皇上授予他重拳 他何以称事啊 但是姚启胜的傲气 奴才四千里以外都问得到 皇上浅借近海 手推姚启胜 招负台湾 却要靠冥乡啊 臣斗胆祈求皇上 授予招负专权 以防姚启胜掣肘 那好 朕赐你一道秘旨 碰到紧急情况 你可以截至姚启胜 臣领旨 召服钦差大臣明珠到 到 福建总督姚启胜参见明相 姚大人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姚大人 明珠简直不敢认你了 怎么 三个月不见 你是光彩照人气色灿烂 越活越年轻了 明相说的是 养马那会儿马肥了人老了 如今做总督这会儿大权在握 天天都是青春期啊 好 姚大人好福其有 明珠您请 我请你喝茶 极品铁观音哪 姚大人请 明相请 姚大人请 明相请 好 请 回味无穷啊 苦怎么跟喝药似的 功夫茶本来就是良药 包以百病 明相当然没病 没病也可以健身嘛 姚大人 好 打今日起 你我就要风与同舟 荣辱与共了 就等着明相这句话 今日起 下官为明相马首示战 好 姚大人不愧是养过马的 您下官为明相马首示戏 呀 一手 真正是明东天下 刚刚到任 查还没过三巡 海峡对岸就知道了 本钦差成天威难下 所过之处无人不晓啊 且慢 咱们猜一猜政经说什么 我又不是他肚里虫子 怎么猜得到啊 两军对阵应该料敌于先吗 下官十猜九重 这我得要验证一下 请姚大人辞教 正经此折 一定是给朝廷的构合条件 他必定是要皇上封他为王 永驻台湾 有道理 姚大人啊 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自信 下官错了 你错得没边了 我念给你听听 首先 此信并非出自政经之手 而是新南侯郑太的密信 听着 正经绝无归属朝廷之心 正经意在借谈判来争取时间 使朝廷图号时日 让近海令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正经最终将割刀称王 另立朝廷 臣正太早已不堪正经所辱 决意归降大清皇上 姚大人 我看正太这笔字嘛 倒是小有成就 八成是学过王羲之 姚大人看看 是否有点殊胜的味道啊 台湾就要起内乱了 这乃皇上之喜 本钦差之福啊 此时朝廷可以大加利用 收事半功倍之效 正太不可信任 明相应当坚定不移 以正经为谈判对手 为什么 一者 正经是台捧金夏之王 部君水师官吏财政 均在正经之手 正太虽是正经伯父 却是属下 只是奉命驻守金夏 明相 你是朝廷招府钦差 岂有舍正经 而就正太之理 再者 我对于卖主求荣之徒 从来不敢信任 我看姚大人 除了刚才的大毛病之外 还有个小毛病 请教 于衣服 如果正太卖主求荣 我看这是好事嘛 果然能借正太之刀杀掉正经 何乐而不为呢 明相不愧是万花筒 果然有十八个心眼 奄奄相通 瞬息万变呀 姚气盛 你傲气熏天 皇上赏你个差使 你却邪台湾自重 言官早有弹劾 说瑶毒之祸不亚于台湾之祸 要不是皇上护着你 要不是我明珠善言为耻 早就罢你的官了 三里河马场 不是还在三里河吗 将 真到了那一天 养马头没门 找马阁国师吧 明相说的那一天 总得等台湾收复以后再说 常规事写了墨 才好杀驴呀 行了行了行了 不争了不争了 老这么跟你斗嘴 我明珠都被你勾已坏了 是啊 咱们还是谈谈风与同舟 荣辱与共吧 邀请胜 令你明日将台鹏今夏全部敌情 整理报我 后日被官传两搜 侍卫十八名 随我赴金门岛 金门岛 首赴金门 首赴正太 再由金门岛 转赴台湾 本都总理台悟 明相此举本都不同意 我明白了 你是嫉妒本相 担心收台大功落到我明珠手上是吗 有那么一点 但更主要的是 我是担心别把我姚启圣 辛辛苦苦构筑的平台方略搞砸了 台湾收不回来 反走得更远 放肆 平台方略是你的吗 那是皇上的 下官誓言 姚启圣啊 姚启圣啊 我本不想为难你的 可是你 姚启圣接旨 臣接旨 臣 受予明珠 臨及专段之权 本与 府台事务相关的各级文武 均由钦差大臣明珠一体节制 钦此 臣灵旨 大人 大人 老红啊 在下一江名相送至驿馆 前来奉命 一路上他没说过什么 啰啰嗦嗦的 都是圣赞大人的话 人家是春风得意啊 明相跨谁 谁就得心惊肉跳 大人 皇上此举 每到关键时刻 皇上最为倚重的 还是满足皇亲 周培公推荐我出山 恐怕我也要做第二个周培公了 大人 您比周培公更高明一层啊 此次明珠府台 成了公载于明珠 败了我也难逃其过呀 这府台的事我就能行 皇上何必知他跟我添乱 本钦差此行无异于 只身腹虎血情恶龙 但是本钦差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行前本钦差留遗言在此 如果本钦差一去不回 待皇上大军攻下台湾后 有劳列位在日月谈判 然一炷清香 让本钦差亡灵有之啊 三炷清香 姚大人去回府喝茶去吧 哎 明珊 你万万慎重 慎重啊 好了 回去吧 太子太保领力部尚书特命招服钦差 纳蓝明珠驾到 在下今夏统治 新南侯震探 在下左先锋 敬海侯施郎 两位一事久仰了 皇上托明珠给两位带好来了 皇上还经常念叨你们呢 好 您想请 请 哎呀 这么多壮士啊 可这小岛上可惜了 应当弃暗投明 为大清效力才是啊 这些壮士愿与今夏共存亡 哦 好啊 这样更好啊 应当同台鹏今夏一起 共同来为大清效力啊 啊 您想 幸福易战谢谢 哦 不累不累 一点都不累啊 明珠头一回登海岛 想看看异域的风光 啊 有劳二位 领着明珠随意走走可好啊 就请信南侯陪着明相走走吧 在下告辞了 果然是个海霹雳啊 明不虚传哪 啊 啊 他就这性子 要不然姚喜盛当年 怎么会将他逐出师门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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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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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陪您走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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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哥哥 正安之末 啊 十二年前 正成功去世引发王储之争 使政经社稷杀害了你哥哥正安 继承了颜平王之位 对吗 不 我 我哥哥正安不是正经杀的 而是我杀的 什么 你杀了你哥哥 你杀了你哥哥 嗯 明相啊 十二年前 先王正成功去世 哥哥与我 与另立王子 不信计划败露 眼看着将灭救族啊 我哥哥正安流着眼泪 对我下令 要我以奉旨平叛为名 将他自己斩首 并且 并且要我提着他的手机 向正经报公 哥哥说 只有这样 我才能获得正经的信任 天下竟要这都不如记 明相 这坟里买的是我哥哥 无首之身呢 此仇此恨 我岂能不报 兄弟二人以死求活 这我能理解 我不能理解的是 为何不是你哥哥杀了你 而是你杀了你哥哥 因为我有儿子 而我哥哥当过民工太监 终生无后啊 嗯 郑太 定住 多有得罪 陈下 你听着 我已在台湾 不知妥当 你到达严民王府后 正经将誓言款待 燕西上 听我一声令下 自由卧底刺杀正经 是 事成好 我将率领台澎金下三十六岛军民去发称臣登岸 好 有什么条件 条件是 朝廷必须封我为延平王 世袭罔替 准 你做得了这个主吗 我是朝廷招府钦差 皇上受我临机专段之拳 而且还受我一道秘纸 怎么 你想看看吗 臣 正太 叩见钦差大人 侍郎将军 我陪明相赴台觐见盐平王 在此袭接 金下各部均由你一体节制 领命 官方大义 警方亲军借谈判之机偷袭金下 来吧 这位侍郎 叫他们卸染沙滩 那边 还有盐平王 会让名相碎尸万段 还霹雳多虑了 明珠只求功德圆满 全身而退 信南侯 施郎是否与你同谋啊 他一无所知 明相放心 所以 侍郎深知台湾 终非大陆之敌 政经也绝非康熙的对手 政经早就暗中提防他了 政经一旦丧命 侍郎 侍郎肯定随我归属朝廷 侍郎肯定随我归属朝廷 想誓死为敌 那时候平台越发不易了 你们说说这个明珠 是不是太轻率了 明相这老毛病又犯了 贪功心切一日三遍呢 根源在朕呢 朕不应该给明珠临机专断权 让他截至摇起胜 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说不定明珠已经被害了 皇上 招服钦差如无专权如何招服 臣以为皇上授明珠之权并没有错 朕把那个干老头子也得罪了 说什么臣不怕跑祖坟 就怕身心难测 称病辞职呢 臣以为该重责的恰恰是摇起肾 此人六十多岁了 饱经沧桑还这般交情 动不动就灌无纱帽 封疆大力 岂能受不得半点委屈 一针见血 这就是所有汉臣的短处了 他们总觉得朕是满人 必然重满清汉 所有的汉臣都有这个心病 朕就是把他们摆得一样高 他们也还会觉得比满臣矮了半头 除非朕让汉臣比满臣高出一头 他们才觉得是一边高了 摇起肾啊摇起肾 朕会啊朕不赏他 也不讲他 反而骂他 你们信不信 朕是越骂他 他是越舒服 朕越骂他 他和朕是越贴心 陈廷静 你指 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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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得好 骂得痛快 真乃千古之骂 拿酒来 要痛醉一场 老脚花子 比痛醉配痛骂 奇乐无穷了 师妹上酒 老红啊 立刻把这份骂纸装标起来 挂在我的书房 我要一日一见 传之后事 醉臣摇起肾 戴罪叩报皇上 皇上此千古之骂 臣读之如因百年加量 啼虎灌顶 身心惧罪 此刻臣如梦初行 亦是焕然以心 冥相不愿千里而来 碧王十分欣喜 希望冥相来得欢喜 走得愉快 不须此行啊 来 来来 赶赶赶 赶赶 赶赶 各位 我大清皇上怀柔四海 君临八方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台鹏诸岛与我大陆一体相连 台鹏的军民也与大陆血脉相通 有鉴于此 皇上期待列位王侯陈将 能够归顺大清 普天同庆啊 冥相 清廷虽然占据大陆 但追根巡源仍是北湖女真后裔 严平王虽然偏据台鹏金马 却是大明一脉 中华正宗 冯大人此言小家子气喽 何为正宗啊 皇统便是正宗 王道便是正宗 当今叙皇统行王道者 是我大清康熙皇帝 康熙招我等规划 有何条件呢 奉皇旨 严平王政绩率部 替发 称臣 等案 其余的都好商量 台鹏金马军民应放朝鲜历 指生臣不去发 指纳贡不登案 去发成臣乃大清之国律 舍此何以见其规划 至于登案嘛 好 列位大概希望拥守台岛 这可以在登案觐见后 皇上赐恩旨封赏列位 列位再奉皇命 可以永驻台岛 嘿嘿 冥香是一只好算盘哪 就这几句空话便招到台鹏金马 把三十六道俯首就紧 嘿 妄想 臣正太 愿意替发称臣登案 哦 伯父啊 我一直当你是台湾的信男侯 怎么一眨眼的功夫 成了康熙的忠臣了 啊 严平王 你大概忘了吧 我这个信男侯 可是正安的骨肉兄弟啊 来人 在 在 奉康熙皇帝密旨 将乱成正经拿下 在 叛逆小人 本将岂能听你做了 拿下 是 走 冥香啊 实在对不起 我这伯父不争气 让您见笑了 燕平王 您别误会 您听我说 将明珠拿下 走 燕平王 你 我是钦差大臣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是钦差大臣 走 千百年来 我们以海为生 这鲨鱼呢 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我们取之于海 自然也要归之于海 冥香啊 这崖下的鲨鱼等候多时了 快 指入东澳水道 直抵黑脚丫 燕平王 林燕平王 十郎率金下水师向台湾提发 现在居然十里 他怎么来了 我没有招他赴台啊 正经 十郎是奉旨前来剿贼的 你们赶紧束手就擒吧 胡说 哈哈哈 燕平王 你以为刘国轩背叛了我 你就成功了吗 蛤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胡说 我早就知道侍郎突磨不轨 把他的家眷全部押上黑脚牙 炮台备战 对面 走 走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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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平王 臣刚刚得知正太叛乱 率尸来救援 燕平王 施郎忠姓耿耿啊 开跑 开跑 燕平 快跑你离吧 走 不 正经 你不得好死 将军 走 走 快点 快 走 我今天亲自为这两人送行 明珠 这个卖主求荣之贼 当年为了活命 连自己的亲哥哥都杀害了 你怎么能信这种人啊 你 你 明珠 你入投降 我可免你一次 你 明珠 你入投降 我可免你一次 送带信给康熙 告诉他 我正经愿意称臣 但绝不去放 我愿意归属朝廷 但绝不登岸 台湾只能仿照朝鲜利 独立于海外 永远做大清的蜀国 康熙如果不同意 就让他派兵来攻台 至于近海困岛嘛 那永远也困不死我们 但清算了 大约 他散目 明珠 在搞 天 突然 タ 谢谢 李 对 都 阿 海霹力歸順朝廷 台湾海峽從此一馬平穿 可喜可賀呀 師將軍 姚總 你不溫室 在這兒 姚且盛 還是在下 你害得我家破人亡 短子結孫 快 扶起來 派到棚裡去 快 快點 快 快 師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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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將啊 師將軍 下軍 這天 還是這麼熱啊 師郎 請更衣上轿吧 这小子还行 石将军 石将军 大人怎么让他跑了 没事 皇上会把他交给我 郑太利用你取正经而代之 自己称王 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连真假都不分啊 这下好了 郑经铁了心了吧 而且让他骗的台湾民众 是众志成成 你知道 这要朕花多少心血 花多少银子 好多少时辰 奴才罪该万死 不要跟朕是什么罪该万死 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连真假都不分啊 这下好了 郑经铁了心了吧 而且让他骗的台湾民众 是众志成成 你知道 这要朕花多少心血 花多少银子 耗多少时辰 奴才罪该万死 不要跟朕是什么罪该万死 朕跟你说多少遍了 你脖子再硬 你死一次还不够吗 还要死一万次啊 奴才罪该我 一死 一死 怎么姚启盛算 你也算呢 姚启盛是怕你破坏了朕的平台方略 而你呢 是怕他夺了你的不适之功 你们俩像刺猬 他诈你你诈他 怎么就撂不到一个笼子里去呢 皇上 这回是摇起圣战里奴才贪功了 不容易 这么说 你还是国家的动量之才 皇上 奴才扣起皇上 对奴才严惩不代 奴才也扣起皇上 容奴才代罪效力 奴才不收回台湾 此不瞑目 来啊 奴才在 明珠降两旗 发一年俸楼 剥夺双眼花灵 这 谢皇上隆恩 明珠啊 你虽有过 但也有功 比如上回在黑骄牙 你就临危不惧怒斥群贼 没有给朕丢脸 再有你能够临机应变 促使正经炮击侍侍郎 使侍郎能够弃暗投明 你真是个万花童 皇上 奴才一直牢记着皇上 早先说过的话 什么话 皇上说过 即使海霹雳不为朕所用 只要不为正经所用 也是朝廷的福气 奴才当时想 就是奴才死了 也得拉上十郎垫背 使得朝廷日后平台 少一个大麻烦 来啊 奴才在 传旨 明珠功不可没 卓升两极 赏三眼花灵 喳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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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功罚过 恩威分明 奴才 当竭尽绵薄 以报还恩 下轨 下轨 谢皇上 与德玄啊 你知道做皇上最难受的是什么 就是坐着不能动啊 皇上 当奴才最难过的 就是站着不能动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奴才错了 奴才不敢 去 传侍郎觐见 喳 皇上有旨 着侍郎觐见 侍郎将军 你让朕想到好福啊 罪臣师郎叩见大清皇上 来来来 平身 赐座 谢皇上 早就有人说过呀 有了海霹雳师郎 台湾海峡就是一马平船 皇上 罪臣的全部亲人都被正经杀害了 之所以苟活至今 就是想提艺舰队杀毁台湾 将正经随时弯端 这仇朕提报 而且不出三年了 谢皇上 侍郎 侍郎 朕想问你 大清的水师和台湾的水师 到底差别在哪里 船少 炮小 将士弱 朕一下子 造船 助炮 练将士 如此两年之内 大清水师必胜于台湾 不过 不过 大清水师 少一个能争善战的提督 这 全旨 赏 赏 施郎太子少保 赐双眼花令并封靖海将军 领福建水师提督 微臣谢皇上再生之恩 平身 施郎 你还有什么要求一并提出来 皇上 臣有一愿望 只怕皇上不准 准不准是朕的事 讲 微臣不愿与姚启盛为伍 他把臣害得太苦了 施郎啊 姚启盛在没有上任之前 首先推荐的是你 而你上任之后呢 罢免的首先是你的先师啊 皇上 微臣不知 姚启盛有千般不识 朕在此 替他向你求个情 微臣不敢 施郎 要踏平台湾海峡 首先你的胸襟 要比大还要宽阔 朕劝一句 不但 要以姚启盛为伍 还要像以前一样 与他为师为由 臣遵旨 这么这么 朕送予你一道密折专奏权 到你们俩闹得水火不相容的时候 朕再出面 替你们俩判个公道 谢皇上 陪朕去尽善吧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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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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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完太硬了 我这牙口不好 卖撒卖 却不得麻烦 麻烦 哎掌柜子 来 哎 皇宫在哪儿 皇宫 不知道 让一让 让一让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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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灭了啊 消灭了 哎 大爷 皇宫在哪儿啊 皇宫 哎呀 就是康熙皇帝住的那个大帐篷 康熙住的大帐篷 哎 姑娘在下实在不知道 好 好 他在那儿 快快 快快 快追 恭喜啊 谢谢 太后 谢谢 谢谢啊 里面请 里面请 谢谢 大人小心 谢谢 里面请 很多钱都在一起啊 好 谢谢 大爷 起来了 大爷 恭喜 一条千真喜 那请 怎么样 新居不错吧 所向 丞相 想不到二位大人也能波荣光临 您是今日 可谓彭丽生辉 应该 应该 大哥 明相到了吗 在里面呢 明相都到了 我们岂敢不来 大哥 老臣想多去嘴啊 请丞相自教 可这皇上为何赏你一座郡王府 皇阿们说了 而已成年 可胜不另机了 据老臣看来 不止如此 如今 众位皇子当中 只有太子有太子公 大阿哥有郡王府 皇上是希望你们两个 做阿哥们的表率啊 是 大阿哥 老臣还想多去嘴啊 老臣就是怎么了 这言多有失啊 请丞相赐教 你可知 为何这么多的文武大臣 前来恭贺乔迁之喜啊 这是大臣们 对晚辈的一片厚爱吧 捧肠 他们觉得 给你大阿哥捧肠 也就是给明珠捧肠 老臣这不是打哈哈 他是一片肺腑之言 一片担心哪 其实大哥比谁都明白 明珠是明珠 大哥是大哥 无论是谁 可都是皇上的臣与子啊 好 恭喜大阿哥 曹全之喜啊 恭喜大阿哥 真气配啊 谢谢 好 好 请 姑娘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 这 这不就是皇宫吗 皇宫 皇宫要比这大千百倍呢 这是我家大阿哥的府邸 皇宫这么大啊 怪不得连戈尔丹都怕康熙呢 你告诉我皇宫在哪啊 我想见皇上 赫金 皇上岂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 我是他的儿子 不得之意也见不到啊 这是我家主子 皇子大阿哥 请大阿哥 带我求见皇上 行 但是 我怎能弄明白 我这是替谁办餐呢 蒙古 克尔克公主 宝日龙梅 宝日龙梅 是不是蒙古歌里唱的那位 草原月光 大阿哥 克尔克草原 已经不会再有太阳 也不会再有月光了 在这儿呢 干什么 他们是送你来的 是 可我不怕 可敬 在 李公主进去喝茶 这 进 法公主请 请 你们是什么人 格尔丹大汗 部下格尔记 想干什么 奉大汗之命捉拿宝日龙梅 你以为这是草原呢 知道吗 你冲撞了大清皇子的桥前之礼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我拿了宝日龙梅就走 上 干净 干净 台上失手 滚 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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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坐 大哥 怎么回事啊 大哥 他们是格尔丹的人哪 你这不是又闯祸了吗 因是啊 朕的国策 你难道不知道吗 是北府南角 朝廷要在南边收复台湾 就必须在北边安抚格尔丹 可是你呢 不知轻重 为了一个什么宝日龙梅 竟敢杀了格尔丹的部将 你这不是引发祸端吗 儿臣当时气愤难忍下手冲 男人也得忍 凭什么 谢皇阿玛 坐下 隐士 你完全可以叫格尔基到大理寺去要人 朝廷会秉公处理的 可是你呢 为了一个草原的奴才竟打起架了 你丢人不丢人 儿臣知罪 花马 儿臣请求体三万金兵 九瓶戈尔丹 好了 又来了匹夫之勇 汪为王子 去 到黄与前途 去好生看到天亮 回来再跟朕说话 花马 去 去 朕 朕这个儿子 怎么永远长不大 皇上 你想想看草原上的那些奴才 那么大胆子竟敢在天子脚下捕人 在皇室门前闹事 要是没一个人敢去教训他们一下 那大亲皇上也太没面子了吧 臣妾没想到应氏啊 现在武艺那么高强 这三圈两脚的就把一个蒙古的将军给打死了 哎呀 这可真是显示了皇上的龙威 好好好 应氏武艺高强能争善战 朕要的是脑子 希望他的性子能开阔一些 皇上说的是 其实应氏呢 是个外纲内柔的孩子 心特别细 很会照顾人 皇上合不赏他个差事 让他多多锻炼一下 刚刚封了君王 又不知足了吧 可那只是个头衔 他没啥事干啊 你想让他做什么 臣妾不知道该不该说 臣妾听说兵部侍郎有一个出缺 臣妾 臣妾啊 朕早就跟你说过内宫莫问国事 你是印氏的母妃 你应该叫他如何凶身养性 皇上 皇上 一日莲子羹就好了 吃一碗吧 到马桶里去吧 来 奴才叩请皇上圣安 明珠 在 这么晚了你到宫里来做什么 奴才听说惠妃妹子欲提欠安 得信赶过来看看 不知皇上在惠妃宫 惊扰了圣驾 罪过罪过 那倒没有 不过 明珠 你应该好好好好的劝劝你这个妹子 让他安守恭敬 少打听朝政的事 喳 尚书房有什么事吗 亏皇上 礼部有个极箭 奴才本想留在明日上奏的 哦 简单点说吧 日本国俄罗斯国朝鲜国 都请派使臣前来庆贺太子受官之礼 好啊 朕恩准各国派使节前来相贺 可是皇上 戈尔丹并非是国家 竟也要派使臣前来 朕刚刚和尹氏说过 这郎外婆就来了 哥 皇上说 荣非他银尔莲子更做得好 我就不信 一晚跟我还做不过他呀 哥 你觉得这味道怎么样 极品 就是 可是皇上什么都没吃 就说 改日 朕再来和你说话 我说妹子 你是最会说话的 可你又最不会说话 算了吧 算了吧 我说了大半辈子了 还能不会说话 你是把穴道当说话了 哥 而且 一说话不光舌头动 你全身都在动 哥 更糟糕的是 皇上早知道你说什么了 可你呢还没完没了 好 我说妹子啊 这皇上到后宫来 这是为了静一静 歇一歇 换口气 这后宫里谁让皇上 得到最多的安宁 皇上就最喜欢谁 如果谁让皇上 烦不胜烦 皇上心里啊 就恨不得杀了他 以后啊 你别再打听朝政了 记住 隐氏不光是你的儿子 更重要的是 皇上的皇子啊 皇子们那么多 可太子只有一个 我就知道你有这心思 大哥成不了太子 是我们母子的耻辱 你给我闭嘴 谁容不下隐氏 自然也就容不下我这个母妃 也容不下你这个国舅啊 你啊 你一露尾巴 皇上就能把你看得透透的 以后日子长着呢 你先保住自己吧 你以为光我有非分之想吗 瞧着吧 等这十几个阿哥都长大了之后 他们个个都会想 只可心里想 不可嘴上说 一只皇冠高高挂 多少人想够够不着 最后凡把自己脑袋给砸了 躲就能躲开了 哥呀 就算隐氏没有争处的心思 可他在别人眼里就是个沙子 怎么看都不顺眼 谁让他是太子的哥呀 素额图还不防贼似的防着他 硬是这辈子 本无风流氏枉单风流明 既然如此 还不如争他一争呢 我说妹子 你说的这些 我心里早就烂熟烂熟了 听哥一句话 先保住自己的太平日子 剩下的事呢 有我呢 我来 哥 再吃一碗吧 好 再给哥弄一碗 太子 您来干什么 听李泽泉说 你今日三拳两脚 打死了戈尔丹的将军 阿哥们嘴上不说 心里却很敬佩你 这是我的过失 皇阿玛罚我们 是过失 不过这种过失 一人愿意陪你受罚 你跪多久 我也跪多久 好兄弟 皇阿玛说过 你我应当做阿哥们的表率 一人愿意和大阿哥一起 活佛同当 融入与共 一人 嘻 皇阿玛来了 蝎人啊 你这是为何呀 禀皇阿玛 儿臣是太子 应当陪大阿哥一起观图思过 不过 况且 儿臣也可以借此机会 反省自查 好好 兄弟之间有这份情意 比什么都重要 儿臣痛定思痛 身亏 神愧今日清帅 究其原因 还是儿臣性情浮躁 对皇阿玛南角北斧的国策缺乏领悟 今无足痴 人无完人 连朕也出过错 就说这皇以全图吧 朕每次见到她 就觉得对不起周培公 皇阿玛要是没有这点错误 大清就得不到这张图了 您是啊 格尔记要抓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是什么不蒙的 禀皇阿玛 她自称是科尔克公主 鲍日龙梅 鲍日龙梅 是吐蟹徒的女儿 她也是国魄家王 无家可贵啊 鲍日龙梅千里而来 只想求见皇阿玛 朕知道她要说什么 所以朕不能见她 这么这么殷尸 你把她软禁在你的府里 千万要好好照顾她 这 你们 官主思过 官主思过 平身吧 歇歇去吧 不 公主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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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公主 请啊 保公主 请入内 这是谁的屋子 这是大哥的卧室 可是 不过 从今日起 这就是您的绣房 不经过公主的同意 谁也不让进 好 您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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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何俊啊 进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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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宝公主 饮室 可以进来吗 大哥 宝公主 饮室 可以进来吗 大哥请 啊 啊 嗯 没什么事儿 我先走了 好 您 等着 可以 主子 您该用膳了 宝公主吃了吗 早送进去了 主子 奴才有句心里话 憋得厉害 说吧 您是皇子龙孙 您要看上了谁 那是谁的福气 何苦跟这女子泡蘑菇 受那份罪 我没觉得受罪 她越是冷面如霜 我越是喜欢她 保日龙美和宫外的姑娘可不一样 真是一片草原月光啊 主子 那您有着心思 那可以跟她说吗 说 说 可我怎么说呢 谁呀 是我 是我 谁呀 是我 是应氏 我可以进来吗 不 大哥 您的心 我知道 可是 保日龙美在抱出血恨之前 是不敢爱任何人的 怎么办 cost multiply 佳娘 这是什么衙门 这是福建总都府 不像呐 沙门外头都站这一六把门的 总督府外头 只割两个石狮子 听说这位姚总督啊 跟别的封江大力不一样 他呢喜欢不同凡响 他一定是把贼都吓跑了吧 你们都在这儿候着吧 我和兰奇儿进去喝杯茶 走 别动 那儿呢 走 请问这位官爷 姚总督在吗 这位夫人从哪来啊 找总督大人有什么事啊 我们是从京城来福建探亲的 顺道想拜访一下姚大人 姚大人忙啊 一大早就到水师码头去了 我额娘想喝茶 老红 大人 这两位贵人想吃茶 你带上他们客厅奉茶去 是 两位贵人等姚大人回来后 下官定当禀告 打扰了 不客气 请 请 老红 这儿贵人是个怪的啊 你看这大人有鞋啊 从那边然后这边那也是 走 请 大人 大人 这就走了 不是 大人您问过他们是从哪来的吗 问过 北京来探亲的 不就是想在我这儿蹭点酒水银子吗 你对付一下 林总是给几个 大人 两个月前 魏东廷总督打过招呼 说皇上的荣妃奉旨赴敏探亲 您还记得这事吗 他 他 他 在下不敢问 但是在下怀疑他就是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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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都瞎了狗眼丢了大人了 那 那大人 这可怎么办呢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呢 这么着我赶紧到码头去 你勇敢点继续装杀 不成大人 躲得了劲儿个 躲不了明儿个呀 即使他不再来 您还不得回败皇妃吗 这怎么办呢 这下要是碰死了多好 鹅娘 鹅娘 鹅娘快来 怎么了 鹅娘 你看 他想一头碰死呢 走 下官 摇起胜 叩见荣妃娘娘 你为什么要骗我 说姚大人不在呢 鹅娘娘 下官到任以来 十有京城大园的家眷亲属 难来北往 灰灰都要下官伺候吃住花销 下官不胜其烦 鹅儿每每设法推诿 我并不是要你事后吃住花销 只讨一杯茶喝 说说话就走 今日之事 下官丑态毕露 罪不可赦 请娘娘赐罪 你并没有罪 你也有你的难处 即使娘娘不赐罪 下官自个儿也饶不了自个儿 我说过你没有罪 而且今天的事 皇上也不会知道 起来吧 谢皇妃娘娘 姚启盛 千戒的事都安断好了吗 禀容妃娘娘 安排得妥妥当当 那土地和银两 都播发给人家了吗 土地丝毫不少 银两分力不差 罢了 罢了 娘娘 在本地有亲人 瞒是瞒不过去了 土地还缺八百亩 银两差三万余啊 土地时差四千八百五十五亩 银两时差二十七万九千两 下官估计以上数字也有水分 为什么 原因有二 其一 总东府没有那么多土地和银两 其二 各级官吏重宝四囊 而你却猫在这儿读书 下官万般无难时 只好读书解愁 因为各级官吏乃下官办事的手足 下官恨他们 可又离不开他们 还有一事 娘娘问吧 下官再无一字虚言 京城有信来 说朝廷有意招纳博学鸿儒 福建这儿就没有什么才子吗 你就不能从中选择几个青年些的 帮助你办差吗 娘娘 所谓博学鸿儒大多徒有虚名 姚大人眼睛高啊 一个都看不上 听说本省有个叫李光帝的 一笔行书倒不错 姚大人哪 谁跟您说话谁都生气 好了告辞了 娘娘我请你吃茶 极品铁观音 姚总督你身上一股汗臭味 气死我了 额娘快点快点啊 来了来了 走啊 你看 额娘 贵妃娘娘 贵妃娘娘 在下李光帝有要事向娘娘禀报 额娘 这些小妹妹怎么了 他们是饿的 这位学子 我就是荣贵妃 你拦我车驾 有什么事吗 贵妃娘娘 朝廷迁接近海 已经快一年了 致使海峡两岸 越近越苦 越近越穷 田地荒芜 民不聊生啊 贵妃娘娘 台湾与内陆 居是骨肉一体 为何要为屠霸而自相残杀 李光帝斗胆 上城报言书 恳求朝廷 弃武修文 怀柔四海 以孔圣之道 照台湾规划 这些人 都是你的孩子吗 是 但他们已经成为孤儿 都失去了父母 可为什么都是女孩子呢 男孩子都叫人领走了 女孩子卖也卖不掉 只能扔到野地里喂狗 额娘 你救救他们吧 额娘 救救他们 兰奇儿 去把银匣子拿来吧 你请起吧 谢贵妃娘娘 好吧 我带着京城 面成皇上 娘给 谢贵妃娘娘 这儿有二百两银子 你先收下吧 稍解燃眉之急 留着做这些孤儿的食用吧 这儿还有年糕 糖果子 麻花果子 你拿着吧 不不不 这是 这是娘娘路上用的点心呢 你拿着吧 敢问 这位小贵人 尊称 我叫兰奇儿 额娘 额娘 快快 好了 还有一大堆呢 好 兰奇儿回来了 兰奇儿 皇马来了 皇马 给皇马请安 兰奇儿 皇马想死我们了 是吗 皇上 朕也想你们哪 兰奇儿 朕每次打这路过 黑灯下火的 总觉得这心里缺点神啊 皇上龙体好吗 好 朕一下朝就来看你了 安奇儿 这么多东西啊 都是亲戚们送的 老人们还祝皇上万福呢 去看过老祖宗没有 刚回宫 额娘就带着我 去给老祖宗请安了 带来的东西也送去了 老祖宗和我们说了好一会儿话呢 你看咱们的兰奇儿 现在是能说会道 人家见了世面了吗 好 哪天听我的兰奇儿 讲讲外面的事 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件事 是吗 是真的 蓝青儿 你去看看你的姐妹们 他们也很想你啊 拿给朕看看 是 啊 坐 上面 共有六百三十个小手印 据李光帝说 全是十四岁以下的孩子 而且都是孤儿 这李光帝想干什么 说是替沿海三省的孤儿 向皇上请命 求皇上放弃千界进海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孤儿啊 朕早就下旨 凡是千界进海的百姓 每户赏十两银子 到了内地以后 每户还能够给双倍的徒弟三年不拿水 三年不拿水 三年不拿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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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